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7月3日 星期六 這節繼續跟大家說香港的時事 這節繼續想跟大家說 梁建輝 繼續說他的 遺言 因為事源南華早報 就是揭露了他的遺書的內容 大家如果翻查報導 就是去找 梁建輝 的遺書 其實找報導就找不到內容 反而 就是南華早報引述了 他說的 一些說話 另一件事就是 這位梁烈士 他的家人 就是透過 不同的渠道 就把 關於他的 一些事項 就是想做一些澄清 而這個訊息 也是在流傳 這一節也會說一說 有一個不爭的事實 先不管藍絲 五毛小粉紅 還有紅梅藍梅 瘋狂地抹黑 無論如何抹黑也好 真的要搞清楚 就是 梁烈士 做的事情 一切都是為了香港 未必 希望有人用犧牲的方法 坦白說 這個世界 是去到願意 犧牲自己在這個世界上 最崇高的一件事 無論那個人的目標是什麼 你也不得不去承認 尤其是我們可以 100%肯定 梁烈士做的事情一定是跟香港有關 所以再說一次 對於那種 崇高的精神 我們就是 無限的敬佩 但是如果你問我們 我們是很不想 看到這些事情發生 因為 真的很不值得 不是不值得為了香港 而是我們認為 雖然 情況是很絕望 很似 但是其實我們仍然認為是有希望 我們仍然認為是有得贏的 實在是不值得 在這個階段做犧牲 雖然我們也充分明白到 香港如果大家同意 這一場是一場革命 革命是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但是我們 希望 那個代價 人命傷亡 可以越低就越好 這個是我們一直都想的東西 所有人都對歷史有充分了解 就算是 最和平的革命 最和平的顏色革命 其實一樣是有傷亡的代價 當然 就是 傳統上跟這個所謂暴力革命有所區分 但是實際上這個世界 很多時就是兩樣東西 互相交纏 不能夠用一條線將它劃分 到底這個是屬於 所謂暴力革命 還是 顏色革命 很多時支持這個顏色革命的原因 不外乎就是 出於 考慮它的功效 但是實際上歷史上 是近代 才出現這個所謂顏色的非暴力革命 實際上可以參考的數據 其實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多 才能夠說 我們是要 開放我們的想法 將任何 有可能的方式我們都會接受 因為 我們不會有人打算回頭 我們是對不起 犧牲了的人 先說了就是 家人幫梁建輝要澄清的一些事實 這個就是 一個澄清的聲明 裏面的內容是這樣的 在我講述以下的事情之前 希望大家盡量 平靜心情 感謝 我有一位相熟的好朋友 他跟他的家人 直接認識 梁氏的一家 從他母親的口中 確認出事者就是梁建輝 之後 感到非常難過 知道有些人誤解 甚至乎攻擊梁先生 所以他希望 為他可以澄清 還他一個公道 梁建輝就是一家大型的 食品公司那裏負責 採購的工作 這裡就寫著 暫時不開名 但是他知道有消息會流出 其實消息就已經流出來了 大家都知道 就是維他奶公司 內容繼續說到 平日工作非常之盡責 跟同事的關係也非常之好 性情溫和 而且一個人是善良 雖然不算是擅長交際 以及不算是很健談 但是如果一知道身邊 有人 出事 他一定會落於幫助 所有 相識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一個好人 坦白說我們明白 其實真的是 會 願意 去 犧牲自己 去幫其他人 去為香港 或者為了其他 為了香港的族群 一個群體裏面有犧牲精神的人 其實一定是這些人來的 所以 為甚麼 為甚麼告訴大家 為甚麼這件事那麼悲痛 就是因為我知道 一定是願意犧牲自己的人 一定是這種人 這個是 我非常之不想見到的 其實我之前也說過 其實 那麼多 香港人去抗爭 人有高低長短 有好人會有壞人 不是一定是黃就是好人 總會良有不齊 但是我們 我們是知道哪些人是最有責任心 一分一毫都不會賣人 事實上整場 時代革命 當然到今天也未完結 是有很多的無名英雄在裏面 當然我也不認為時代革命完結了 時代革命依然在進行 事實上香港的確 是難以 去停在 其實 一定要繼續 但是也是那句 非常之希望 那些有 犧牲精神的人 千萬不要犧牲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方法 我認為是會贏的 繼續說回公告內容 他說梁建輝的生活也算是一個中產的家庭 也沒有供樓的壓力 父母也很健康 相處也很融洽 工作也非常穩定 非常愉快 梁先生出事之後 他的家人和同事 非常傷心 他說我朋友知道他是一個支持民主 支持自由的人 是一個黃絲 現在終於知道 原來在他心目中 他的光譜簡直就是黃到金 在2019年至今天 香港一切的東西就放在他的心上 感受極深 清晰 交代了一切之後 才決定做這件事 換句話說 坊間在胡亂猜測 說他有情緒病 精神問題 因為困擾去做 又或者將他類比 那些年輕人一樣 受人煽惑 而去做 在事實真相面前 絕不成立 裡面也繼續說到 梁建輝 其仁其是 以毫無懸念 可以視他為 為了真正 為了自由而犧牲的烈士 今天警察繼續去 辦公室搜證 未知 最終 港共政府的警察公佈的版本會是怎樣 港共那兩件事我加 總之 面對我們目前所知的事實 理智和良知告訴我們 用莊嚴的態度去看這件事 給予梁先生尊重 做人的基本 甚至乎 凌駕表面的政治立場 最後就是寫到 希望梁建輝先生好好安息 祝願所有認識他的朋友 不要太難過 節哀順變 這個就是正如我所想 其實我們也挺肯定的 一定 不是一個有精神問題 有自殺傾向的人 這個說法 絕對是對他最大的無憾 會決定做這件事的人 一定是 一個對其他人 充滿責任感的人 包括 梁寧傑 一定是他覺得要把責任 放在自己的身上 覺得做不到 所以才令他 走上一條這樣的路 我們可以幫他做的事不多 這個其中一個 剛剛跟袁爸爸說完電話 我們也在構想 要為這一群 真的為了時代革命犧牲的人 其實一定要為他們立一個烈士碑 現在香港還未光復 能夠做的 可能就是在海外 可能就是在網上 我認為這個也很值得要做 實際上我們這麼久以來的犧牲相當之大 而他們所做的事真的是 是為了香港的 民主自由 而犧牲了 所以他們絕對稱得上烈士 根據《南華早報》 的報導 就是把他 一部分遺書的內容說了出來 當然這個報導是英文的版本 他用那個字眼說 去 Kill police for the sake of the city 披露了他 也在遺書那裏寫出名 他是為了香港 而做這件事 所以任何的抹黑 任何 說其他的版本 絕對就是 在侮辱這位梁烈士 這件事絕對不能夠接受 我相信 梁先生的心目中清楚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正如 Benedict Rogers 剛才那十點 相當之有力 如果不是把 過去 那麼多一年 過去那麼多個月 發生的每一個港共的惡行 全部列舉出來 可能 絕大部分的人都覺得這件事是一件偏激的事 但是甚麼為止偏激呢 偏激就是 在一個 環境裏面你做一件事 似乎跟那個環境不成比例 這樣為止偏激 但是香港今時今日的時勢 如果這件事可能發生在2018年 或者發生在2014年 如果你覺得這件事偏激 也無可厚非 但是當這件事發生在2019年 2021年 當中這兩年半 發生了甚麼事呢 只是細嫂香港發生過的事 香港人遭受的暴力對待 還有黑警的包庇 如果這樣 都說黑警是無辜 到底有甚麼人 到底有甚麼人是有罪的呢 納粹的 幫兇納粹的德軍 開槍 說因為受了命令 他有爸爸媽媽生 他們是不是無辜的呢 如果這樣的人也算是無辜 到底哪些人需要負責呢 林鄭月娥 鄧炳強 也是受了上級命令 最低限度 我完全不同意就是 這個被插一刀的警察是一個無辜的人 這一點絕對不能夠同意 但是你說他是不是一個頭號的打擊對象 當然這個可以討論 但是 警察 過了兩年半 你沒有可能 假定任何警察是無辜 事實上他們正在做的行為 跟納粹的士兵是沒有分別的 納粹的士兵也會有很多可能根本沒有試過開槍殺人 所以這個說法根本就難以成立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任何的盟軍所做的行為 都變成就是 沒有了解過每一個納粹的士兵到底是不是有犯過 一些罪行 才去攻擊他們 這個說法是很荒謬 很可笑的 如果這個說法成立的話基本上整場二次大戰 對抗這個納粹德國 每一件事都是錯的 當然我也再說 其實我們不會鼓勵這件事 因為我認為這是一個悲劇 也不認為應該 要用一個這樣的方法去犧牲 當然我沒有資格批評 我沒有資格批評梁先生的決定 但是我會勸於他如果 如果我有機會 在他做這件事之前是認識他 我會勸他告訴他 我們有其他方法 叫他千萬不要做這件事 因為我不覺得他值得 為了 雖然他很崇高的理念 為了香港 但是我確實不覺得他 應該要付出那麼大的犧牲 但是正正就是因為他做了這件事 其實他 是 告訴全世界 告訴中共 告訴港共一個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 香港是有人 願意做到這樣的地步 我相信 這個信息是想傳遞 這個絕對是對於獨裁者 和當權者來講 是一個最大的惡夢 我希望有這樣的精神的人 能夠保留那個力量 我們留 將那種 願意 付出性命的犧牲 放在可能需要 跟他開戰的戰場上 我相信勝利的機會就會大增 我們光復島的機會也會大增 那個犧牲就是減到最低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就繼續支持六部曲 支持我們 就是媒體的工作 繼續用無限loop帶發 幫我們播放節目清單 幫我們點擊廣告 六部曲的內容你很熟悉 請大家就幫我們做足了 兩個頻道 今天就說到這裏 拜拜 這裏 panel support 打瑣 打瑣